全天的门诊 现在天气有点转凉了 没有前日那么热了 但是这个疫情还没有明显的一个下降 咱们一些重点地区还在增加 病例数还在增加 好在是比较局限 我们日常工作的防护级别 也提升到去年的时候了 好 今天的这一期是一个人 来的时候呢 说是知道自己耳朵里以前有叮咛 堵了很久 曾经尝试过清理 没成也就没再在意 怕疼没再弄 觉得听声音也影响不大 就没有再去关注 但是最近几天觉得耳朵疼了 开始有点害怕了 跑过来 这个外观看上去 猛一看好像就是一个普通的叮咛一样 我也刚开始用勾汁去清理的时候 觉得最初的几下觉得还行 但是几次这种操作啊 勾汁在里边碰了几下就觉得不对了 这个质地啊 硬度和普通的叮咛双色不一样 而且它跟外耳道之间的关系啊 完全是两回事 而且它主要还有一个 一说这疼 这就有点问题了 因为普通的叮咛双色 极少会导致疼痛的 当然有的时候自己瞎捅 把外耳道捅破了 那是一回事啊 这个 就正常自然形成的叮咛双色 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 完全没有症状 经常是用洗澡进水泡开了 或者自己拿棉签又捅 我那儿挖的手捅破了啊 压磁式了 才会察觉 这个呢 它没有完全的堵满 外耳道还有一个缝隙啊 所以它的听觉 两边没有明显的区别 当然用机器测的话 是能有一个细微的差别 但是主观感受 它已经察觉不到了 人的这个感觉系统啊 它会有一个耐受 就同样一个刺激 如果长期存存在的话 我们的中枢神经会忽略 就是默示到这个 不再接受它的反馈 就是这个情话 像这种情况 存在的时间太长 而且它还没有达到完全阻塞 这个大脑已经基本上 把这侧忽略了 最近疼痛啊 然后过来清理的时候 我就发现 不对 质地包括跟外耳道之间的关联啊 就不是一个普通的 叮咛双色的问题 本来我还想如果说特别怕疼 点药水泡一泡 但是呢 调了几下就觉得不对了 这个不是叮咛双色 是单指流 手感 虽然说现在这个角化层还没有漏出来 但是处理到这的时候 基本上心里就有数了 这种病例是不能采用软化的方式 或者严谨一点说 最好不采用软化的方式 就是传统的叮咛的处理 炮软冲洗或者吸引器去吸 最好不要有这种方式 因为这个单指流浸泡完以后 会周围的角化层膨胀刺激以后 会产生剧烈的疼痛 也有少数人不疼的 真有遇到过 但是疼的病例比例相当的高 这已经是可以作为判断 外道胆指流的一个依据之一了 就是像我经常在有网上咨询的朋友 就说去医院按照丁铃栓色处理 点药以后去之前没感觉 点完药以后 疼的晚上得靠止疼要睡觉 不然就受不了这种 这种大概率都是外道胆指流 这个病例极容易被漏 因为出现的比例太低 在叮咛双色的人群当中 这个就只说叮咛双色的人群当中 外道胆指流相对应的话 太低了 成年人还稍微好一点 成年人的话外道空间宽 医生做操作 几下就能比较容易能判断出来 只要这个医生会用耳内镜 以前多次接触过胆指流的病例 很容易就判断出来 但是在儿童就比较困难了 这个周一有一个小朋友 9岁吧 单指流 在北京的多家医院 都当叮咛双色处理 折腾了有小20天了 因为孩子年纪小 检查很难配合 然后就一直点药水 然后孩子就不停的疼 哎 这个没办法 那病例要麻醉 要全身麻醉清理 周一我试了一下 那小朋友实在是接受不了 年纪太小啊 就这个东西就 时刻而止 这个不能去强行的去勉强 这个成年人的 就这个病例 就现在视频上的这个病例 也有一定的疼痛感 不可能说完全毫无察觉 这是不现实的 但是还在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啊 这狡猾层已经出来了 白色的这个狡猾层 清理到这儿就差不多心里有数了啊 应该是问题不大了 有部分成年人也没有办法耐受 这个因为痛欲这事因人而异 嗯 不是说谁都能忍 再说也没有说 非得刻意的去去强求去忍啊 麻醉主要牵扯一个费用的问题啊 然后住院前的一些相关的流程比较繁琐 现在已经基本上清理完了啊 剩一点碎渣 外耳道底壁一个大坑 被这东西给破坏了 骨膜形态正常啊 外耳道的顶上的皮肤有些的肿胀 这个外耳道就形成一个像酒坛的一样的一个口小 然后糖特别大的 这是那个白色的最外周的减化层 到这儿光源自动保护啊 灯泡扛不了太长时间 本来传统的像门诊的这内镜设计呢 只是用来做检查 像我这样直接用来做操作 治疗操作的不多啊 这个病例呢 运气也是比较好啊 这首次就诊就在我这 如果换了其他的地方 按照我们的传统处理 就是点药泡 那然后就疼 疼得受不了 折腾几圈啊 最后被发现 或者是最后到我这儿来 这是一个接触的病例的一个很常见的情况啊 这也是一个骨膜的一个玄环症 这骨膜就像玄在半空当中的一个月亮似的 底下一个大洞 一个大坑 非常深的凹陷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sayin